你知道996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996 万表流行率 天书接地戏 好 有两位老师在我省事了 现在我们是在雷达的媒体分享会 这个分享会上呢 我们要看到雷达2022年和2023年的部分新品 跟大家透露一下 有很多很惊艳的作品 不多说了 我们请这两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吧 先让康老师来 好 第一个一眼就被我抓到的这个表是雷达的创始型 这支表看到了我自己的青春 我一下就想到了80年代的北京的最高端的雷达的表店里 隔着柜台看到长成这个形状的表 因为当时的中表市场一个表能设计成这个样子 绝对够标新立异的 绝对吸引眼球 后来了解到这个造型是雷达第一支抗磨损的表的造型 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永固磨损 后来称之为不易磨损 雷达的第一支不易磨损的表设计的造型就是这个造型 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造型进行过一次全面的升级复刻 然后到了2022年又推出了更新的版本 总之在世界钟表发展史中 这个造型的表永远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OK 让程老师先讲一块 其实我讲的不是一块 我讲的是四块 四块 虽然是四块 但是它属于一个系列 真薄系列 既薄它也有真选的概念 这四个表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叫四季 春夏秋冬 它通过色彩的变化和表盘的这个表镜的结构的变化 来投射出春夏秋冬的春深 驾掌 秋收 冬藏的不同的主题 我们经常说钟表是即时的变化 其实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系列的标准 我们还可以说钟表是艺术的变化 精彩 康老师 你转了半天了 现在可以继续讲 然后我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库克船长最新升级的版本 黑暗 黑暗中的火焰 那么库克船长是雷达非常重头的 具有探险精神 冒险精神的系列 早年间的库克船长是皮表袋的 比较偏症状的设计 新一代的库克船长是陶瓷表袋的 我觉得在同时户外啊 探险的时候 佩戴感受非常好 所以对这个库克船长那么有感觉 对 细节上你们可介绍的吗 这只表是完全可以看到机芯里面的 是一个全新设计的镂空的概念 机械腕表的运作原理 对于人们永远就有巨大的吸引力 而且它不像电子类的产品 有这个更新换代啊 瞬间成就的这些问题 机械表确实保养到位的话 用了100年也是ok的 所以它具有这个传承性 好 程老师四季这表的细节 还需要介绍一下 其实刚才咱们讲了一个概述 你看这个春天它是用的粉色 对粉色 夏天呢它是一个代表着太阳 它这个蓝宝石镜片是多棱的 那其实它是一种绿色 非常特殊的绿色 树叶的燕麦 对冬天的就是雪花 冬天嘛就是雪花 所以整个的表径的结构 它也是像雪花 就是这么薄的一个表 在表径上还有异形的设计 还不是一个平平的表径 就这一点特别有巧思 对 这都得益于它超薄的表壳 你看表壳厚度降下来了 它就给这蓝宝石发挥一点 留点空间 对表壳厚度是5毫米 那很薄的 两位老师都介绍了 那剩下我来介绍 那我要介绍的就是黑方了 别误会不是黑方红方的黑方 是这个雷达的真我系列 这是一个在国内 比较受欢迎的系列 它是方针代员 当然这个材质呢 也是雷达比较擅长的豪四材质 说一点我个人的感觉 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我觉得跟它这种设计上 我们常说那种叫整体式设计有关系 表壳跟链带形成一个自然的过渡 整体式设计还有那句话叫当下有助 所以除了这个黑方啊 还有一个白方 白方嘛看这个表盘看的比较清楚一些 今年的这个新款的真我系列呢 它的特征除了这个开放式表盘以外 它表盘上有两条横桥 这是今年的标准 希望这个表继续大卖 说了半天这个表啊 这个真我系列的还有一款表 如果你是网球的粉丝的话 那么Arch Barty应该不陌生吧 这就是雷达跟Arch Barty联名款设计的 与网球手 也体现出雷达与网球运动的非常密切的合作 这表白上六点位置是一个V型的网球啊 这个小小的 背面还有签名 不过说实话我已经没找着了 康老师给指一下 就是在这个蓝老师这个镜片上面 这个签名看到了 机芯雷达今年的机械机芯都全面升级了 比如说尼网控太极的防止油丝啊 80小时动力那都是分钟的事了 都是细松平常的 Arch Barty联名款限量996 你知道996什么意思 996 996 没有是这位网球新锐世界冠军 他实际上是96年出生的 所以全球限量996只 Arch Barty有那么多粉丝 这款表只有996块 所以接下来该干什么你清楚啊 感谢两位老师这么专业的奉献啊 我就想做一个补充 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效果 就是这个康老师比较喜欢的 一个创始系列 Distar 它这个材质呢 现在是金属陶瓷了 含有钛成分的陶瓷成分 从陶瓷一样耐磨 但是呢 它有一定的韧性 物理性能改善的不少 过往的 康老师的青春级的创始型呢 它都是抛光的很亮晶晶的啊 这个东西呢 确实几代了都是这样 确实形成一个标志 今年这款的话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拉丝了 拉丝了 所以呢 配上这个米兰大尔啊 这个搭配我觉得 这挺酷的 挺新鲜的 另外一种感官的体会 没错 别担心啊 如果是跟康老师一样 喜欢创始型这份表达吧 今年的福利是什么呢 雷达除了有这个常规的钢链以外 还搭配一个米兰大尔和植物表达 那个植物表达 我跟你说的也是很酷的 酷的什么样呢 就好像一个男人的灰色的胡子 雷达的这两年的新品 我们就只能匆匆的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们对哪个具体标签感兴趣 欢迎留言互动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做一期专题 欢迎大家意见三连 谢谢 谢谢两位小师 别人我就不说了 关注我们频道 谢谢 再见 谢谢